台湾鸿海集团大动作的投资美国 主要是看好美国投资环境以及机器人产业 但是却让台湾的小英政府忧心了 可能会引爆科技业出走潮 因此东西新闻本周的新闻广小金单元 特别制作了鸿海股东会专题 带着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 郭台铭的下一步在盘算些什么 鸿海股东会上面郭董为了营收衰退亲自的道歉 但是还是配罚出近26亿美元 让股东们是超嗨的 甚至还有股民自愿捐出50万美元 要拱郭董出来选总统 双手交叉任人拍照 还主动提议换pose来各三七步 22日鸿海股东会更像郭董的粉丝见面会 超过2000位股民几抱会场 粉丝上前送花 还有人要签名 求握手 郭董都来着不拒 但其实不久前 股东会气氛还有点尴尬 很抱歉 去年的成长的业绩 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长 皱镜眉头频频向股东道歉 不止去年营收衰退2.75% 鸿海今年只有4.5元 共779亿的现金股息 我说鸿海股票 净值现在都快接近70块了 你70块还不敢买 对 你看每一次都是被外资赚走了 而这也是集团创办43年来 第一次没有股票鼓励 没想到股民还是超挺 一次就冲上去了 你是不是要提早 这个要希望我提早退休 心途不轨 选总统救台湾 你点个头 我愿意啊 这个捐一千万 做你这个选举的基金啊 我今年啊 加码500万 选总统救了选举基金 自己送上门 但郭董笑了笑 真的不要啦 你把一千五百万 买红海股票 更稳当 民调再高 也不想碰政治 因为郭董的野心 全在拼经济 我们研发费用 我告诉同仁 绝对不可以增加 不可以减少 因为 你不要为了短力 而失去了未来 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战局 2.5小时股东会 气氛融洽 线上还提供玉米 红豆冰棒 就要让股东们 吃在嘴里 也甜在心里 东森财经新闻 辽聚余家豪 新北采访报导 红海董事长 郭台铭股东会后 大谈人生观 说自己有三个愿望 分别就是 家人健康 两岸和平 以及中美经济共融 他甚至不怕 北韩核武 强调两岸和平最重要 我认为 你要问我个人最大志愿 第一个志愿是 这个健康 健康产业 跟未来的 乐活 怎么样快乐的生活 健康 能够快乐的生活 然后这是我们公司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愿望 我们公司将来 在老龄化社会 所参与的 那这一点 我们 很希望 能够将来跟日本的企业 跟美国的企业 跟台湾的企业 台湾的医生 台湾的医生其实 现在过去在几十年前是最高收入的 现在医生都不是最高收入的 怎么样重新 在这方面让我们来扩大去的投资 我觉得两岸一定要和平相处 绝对不可以打仗 我觉得东北亚 东南亚任何地方 我觉得现在恐怖主义的流行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不是我们可以干预得了的 但是我认为任何 尤其是两岸同为华人 同为中国人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很多的 我看很多在讲说要打战 要准备武器 我觉得 我认为 我相信你回去问问你的家人 问起你所有周边的人 我认为两岸的和平相处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北韩有何无又如何 对老百姓 所以我认为说两岸的和平 保持和平 这是我非常重要 我个人的愿望 中美经济怎么样 能够共同 发展繁荣 就中美两边的经济 是现在世界两大最重要的经济体 如果它两边的经济动荡 两边打起贸易的战争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我相信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 包括大陆 包括台湾 包括韩国在内 所以两 中美的经济怎么样 能够大家在怎么样在贸易顺差跟逆差 甚至于在技术的移转 在任何的贸易的往来上面 科技的交流上面 尽量做到 这个能够大家用技术的竞争 技术的竞争 市场的竞争 然后呢 大家都能够共同促进 人类的繁荣 红海并购 东芝记忆体传出破局 但是在红海股东会上面 董事长郭台铭却表示了 东芝破局案没有结束 而且不放弃任何机会 宣传夏普电器 我告诉各位 陀西巴的案子并没有结束 这个跟夏普的故事很疑袭 很相像 红海并东芝传出破局 但董事长郭台铭在股东会上 先让股民吃下定心丸 我相信 我们还有很大的机遇 那你可能记得之前夏普的情况 基本上夏普之前 和和离离的 所以对共同来讲的话 不到最后的机会 还是有机会的 夏普的股价现在涨到四百多块 所以夏普非常成功的 最等红海的外资分析师 也直言还有机会 因为当初病夏普 也是跌跌撞撞 但如今成績有目共睹 跟有人说 我大概海外投资 可是不要忘了 我都在台湾缴税 还有我们夏普的戴社长 我们戴社长 我们大家给他鼓掌好不好 对公司的忠诚 对技术的敬业 对技术的执着 对本业的敬业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学习的 就连夏普社长戴正吾都跳出来 替国董教区 他说不慌 不希望 有中国或台湾关系的企业 能够拿到 日本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吗 我只能这么回答而已 其他我不能回答 而国董也不放弃 任何促销夏普产品的机会 会场内放满各式电器 以及永龄基金会的农特产品 福利金更是从去年3.8万 月升为6.6万 还大推买冰箱就送 每月2千元购物金 日本的公司说过程就是要去 要去投资它比较困难 但经过这一关以后 我觉得很容易 应该就容易上手 不放弃任何机会 郭董就坚持要继续完成 他的冬之梦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鸿海股东会上面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出现许多夏普的新产品 要让股东们了解新科技的发展 鸿海股东会来了满满人潮 夏普当然不能错过 这大秀新品的好时机 鸿海在现场展出这个 有16个镜头的相机 可以看到呢 如果现在要拍一个画面 因为它有10个镜头一起动作 所以呢画面也会更加清晰 号称能取代单页 每次拍照都是10颗镜头一起运作 低光源拍照清晰连拉近焦距 同样不模糊 超大尺寸的8K电视也搬到现场 拨着台湾各地美景 更能看出荧幕色彩鲜艳饱和 引领整个全世界 走向8K的Ecosystem 电视公司呢 才开始有4K的CAMELA 我们公司呢 已经在做8K的CAMELA 就下了 秀技术超薄功力不能输 拿出10元铜板一笔 竟然和荧幕边框一样薄 精准医学的里面 基本上都怎么样 都在我们这里 所以它没有办法 把那个内视剂拿给各位看 因为那是医学仪器 但是呢 它可以让各位看一下 那一条线有多细 不只是股东 另外对于一般人也有优惠 现在只要买冰箱 就送每个月2000元的 家用购物金 购物金连送18个月 郭董好大方 菜篮里头各式绿色蔬菜 凤梨 哈密瓜等水果 都任君挑选 台入日韩媒体大集合 夏普端出最新技术 要经验各界 东森财经新闻 张家轩班约全在台北 参谋报导 而看好的美国市场 郭台铭也宣布了 正式启动美国投资 而且命名为飞银计划 预计要一口气 在美国六个州来布局 最快7月底就会定案 今天早上也接到 一个州的州长的电话 招商的决心 对制造业 重返美国的政策 的执行力 我觉得远远超乎我们同仁 超乎我个人的想象 连州长都亲自来电 展现招商决心 洪海董事长郭台铭顺势宣布 对美投资的飞银计划 正式启动 我们有一个计划 叫做Flying Eagle计划 美国投资 美国的效率 这一次我们在美国 这次招商 四天之内 就接待了三个州长 一张图秀出 美国传统制造业重症优势 也将锁定中西部来评估 最快7月底8月初 就会定调将霸气投资 六个州 拼营收强化全球布局 甚至连技术都要带到美国去 不是单纯盖一个工厂 而是把整个供应链要搬过去 我们将近四个多月了 我们大概平均都有 一百个人次 对比日前 怒批台湾行政效率差 郭董力赞 川普积极 拼经济 而谈到车用市场 郭董宣布将切入特斯拉共链 纯电动车或者无人驾驶车 这些的布局 其实我们已经也在布局 汽车电子跟轻量化 是我们很重要的布局 那至于说将来要不要做整车 我们当然这个要干 这个要配合到 人工智能的发展 一口气宣布多项布局 也要以飞银计划 带领鸿海开拓 更大版图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新闻广告金单一员 每周带观众朋友深入分析 热门新闻时事 观众可以更多内容 还可以手机下载 东森每周新闻APP 随时随地的收看